弟兄姊妹 今天我們親愛的朋友大家早 我們現在要來學習聖經來互相勉勵 這個聖經叫做神的話 聖經不是神話 而是神向人說話 所以透過聖經讓我們認識神 也讓我們認識天地的由來 以及我們人的由來 所以耶穌說 我們要查考聖經就能夠得永生 因為聖經告訴我們人跟神之間的關係 然後我們怎樣才能夠重新回到神那裡去 所以聖經可以讓我們有得救的智慧 作為一個智慧人啊 找到人生的出路 尋到永生的真理 我們早上來看《大禮禮書》第二章 《大禮禮書》二章四十四節 《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 也不歸別國的人 卻要打碎內絕那一切的國 這國啊 必存到永遠 這裡給我們介紹一個永遠不震動的國 啊 到底什麼是永遠不震的國 雖然現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國家 尤其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啊 很多新興的國家 很多殖民地都獨立建國 啊 世界有將近兩百個國家 那聖經告訴我們說啊 將來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國度都會消失掉 那是神會另外為我們立了一個國度 啊 這個國度是永遠不會消失的 所以我們今天啊 我們應當去找這個國度在哪裡 啊 因為你找到這個國度 進到這個國裡面啊 啊 你能夠得到永遠的福氣 啊 這裡是談到說啊 當巴比倫有一個非常強盛的王 叫做尼布賈尼撒 啊 他有一次做了一個很奇妙的夢 啊 他為著這個夢啊 感到非常的恐慌 睡不著覺 啊 那後來起來的時候 這個夢啊 整個忘記掉啦 所以他把王宮裡面很有智慧的人啊 一個一個都找來 說我做了一個很奇妙的夢 說我做了一個很奇妙的夢 啊 你們又當把這個夢告訴我 啊 也要為我來講解這個夢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有王宮裡面很有智慧的一些人啊 啊 甚至哲學家 神學家 沒有人能夠幫他啊 啊 講解他的夢 所有王就很生氣啊 要把那些大官都要把他們殺掉 那個王的護衛長過來就找到了一個先知 叫做但里里 啊 但里里也在王宮裡面駐官 啊 他是猶太人 這個人很虔誠 啊 每天啊 花很長的時間帶禱告 所以他有非常美好的靈性 啊 他很有聰明智慧 說為王辦事從來沒有錯誤過失 啊 神就讓他明白很多樹林的奧秘 啊當王的護衛長找到但里里的時候 啊 但里里就問說 到底有什麼事啊 王怎麼這麼緊張啊 啊 護衛長就把這個事情告訴他啊 他就說啊 那你喔 跟王講 等我兩三天啊 啊 我可以把王的夢告訴他 我也可以為他講解 啊 但里里就找了他三個很要好的屬靈同伴 他們就拼命地禱告神 啊 神就在這個一個意象啊 啊 就把那個王做的夢啊 啟示讓大衛 啊 在這個但里里看到 啊 神就讓他有智慧說 神讓王做的夢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 但里里後來就進到王宮裡面啊 為王解孟 我們看但里里的二章二十七節 但里里的二章二十七節 所以 但里里在王的面前回答說 王所問的那奧秘事 則是用法術的術士觀照的 都不能夠告訴王 二十八節 主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顯明奧秘的事 他已將日後必有的事 主是你不講尼沙王 啊 你的夢和你在床上 腦中的意象是這樣的 王對 但里里說啊 你會解夢啊 但里里說 不是我啦 而是神把未來的事情 未來的奧秘啊 已經啟示給你啦 既然這個啟示是出於神的 所以你王宮裡面那麼多的智慧人啊 當然他們沒有辦法明白 唯有一位啊 顯明奧秘事的真神啊 才能夠把這個事情把它啟示出來 因為神所指示你的事 冒後啊 將要成就的事情 所以 但里里就對王說啊 你做的夢是這樣的 你夢見了一個非常大的金像 啊這個像啊 頭部是金的 金金做的 啊然後這個胸部兩背啊 是銀的 啊到了這個腰啊 是銅的 啊然後接下來就是兩條腿 啊然後接下來就是兩條腿 啊這個腿是鐵做的 啊然後接下來到了腳主頭的地方 啊所以有十個腳主頭 啊那這個腳主頭啊 一半鐵一半泥巴 啊鐵當然很硬 泥巴很軟 啊鼻子沒有辦法合起來 啊突然間啊到這個時候啊 有一個從天上的大石頭啊 就掉下來 啊把這個大象啊 把它砸碎啦 啊把這個大象啊 把它砸碎啦 所謂金林銅鐵的象啊 後來變成啊 啊就粉碎啦 變成那個灰坑一樣 啊然後大禮禮先知啊 就跟王講了這個夢 王說對對對 就是這樣 然後大禮禮就為王指示這個夢 啊當中神要啟示的意義 他說那個金頭就是你 就是巴比倫國 因為巴比倫是一個非常強盛的帝國 啊他併吞了內骨 建立一個非常大的國度 馬代是說啊 在巴比倫以後啊 會有另外一個國度興起 啊就是 馬代波斯 馬代波斯以後啊 還有一個帝國就是希臘 啊希臘帝國很強盛 統一歐亞非三州 但是很短的時間啊 就分裂掉了 最後有一個羅馬帝國 啊這個好像鐵一樣啊 吞吃嚼碎 羅馬帝國很兇 啊他是後來分裂成為東西羅馬 啊然後啊 一直下來 一直到最後腳底的時候 也就是說啊 整個世界會有分裂成非常多非常多的國度 啊這個十啊 是代表一個完全四字 表示很多很多的意思 啊雖然是很多的國度 但是他要變成兩個集團 啊每一個國度啊 有的好像鐵一樣的牆 有的好像泥巴一樣 非常的軟肉 啊這個是到了最後的末端 啊彼此沒有辦法相合 啊最後就一個大石頭把這個象就砸碎了 啊這個地上的國度就全部消失掉了 啊但是這個大石頭啊 就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天下 啊這個先知就魏王解釋說啊 當這個獵王還在 也就是說啊到世界最末後啊 這個國度還存在的時候 啊神會興起一個另外不是屬地面上的國度 啊所有屬世的國度啊 最後被震動都消失掉了 唯有這個國度啊 神的國度要存到永遠 我們知道神的話一定是立定的 所以從古時候就會把未來的事情就講明了 啊所以神所主事的事情到末日之前啊 會實現 也就是在世界要毀滅之前 有一個永遠不震動的國度要實現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啊 都要認識這個國度 啊因為這個國度啊 就是成為我們末世得救的一個蠻路 好像羅亞的世代 世界要毀滅掉 啊神叫羅亞造方舟 讓人進到方舟來得救 所以羅亞的方舟是當時唯一得救的道路 啊這個永遠不震動的國度 也是末世唯一得救的門路 所以我們一定要認識這個永遠不震動的國 然後我們要知道說 祂在哪裡 我們一定要找到這個國 說神的國本來在天上 但是祂要臨到這個世界 所以耶穌跟十起約翰啊 他們來到世界 說要傳揚天國的福音 那他們傳到的第一句話 都是講到神的國來了 我們看馬來福音第三章 馬來福音第三章 我們看第一節 馬來福音三章第一節 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 在猶太的曠野傳道說 第二節 天國盡啊 你們應當悔改 這個施洗約翰是為著主耶穌啊 做開路的先鋒 叫人要悔改 準備來接受主耶穌的救恩 那之後他開始傳到的第一句話 就是說 神的國啊 天國盡啊 所以你們要悔改 就是改變啊 回頭來歸向神 進到神的國 後來耶穌接著 十起約翰傳道裡 也是同樣這樣講 我們看第三章的十二節 第四章的十二節 馬來福音四章十二節 對不起 十七節 應該是從十二節開始讀 但是我們讀十七節就好 我們看四章十二節 從那時候 耶穌就傳奇到來 說天國盡啊 你們應當悔改 那當約翰啊 他的工作完成以後啊 耶穌接續約翰的工作 所以他就在這個加利利海的旁邊啊 開始傳道 然後他傳道的第一句話 也是一樣 天國盡啊 你們應當悔改 所以我們知道說 這個是從天上來的信息 天上的國啊 要實現在地面上 所以每一個人都要認識 都要悔改 歸入神的國 所以每一個人都要認識 都要悔改 歸入神的國 因為要讓你得到一個永遠的福氣 我們知道神本來在天上做王 他說神住的地方叫做天國 或者是天堂 他是在天上 人沒有辦法靠近的榮光裡面 神在那邊做王 有千千萬萬的天使在服侍祂 神的國度是永遠的 祂的權柄啊 直到萬代 我們看詩篇的一百四十五篇 詩篇一百四十五篇 十一節 詩篇一百四十五篇 十一節 所以我們要傳說你國的榮耀 談論你的大能 好教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為 並你國度威嚴的榮耀 十三節 你的國是永遠的國 你執掌的權柄 要存到萬代 這是以色列的第二代王 叫做大衛寫的詩歌 他說我們人啊 都要稱頌天上的神 他來說說神的大能跟榮耀 他說神啊 在祂的國度裡面 在天國裡面做王 祂的權柄啊 祂能夠存到萬代 祂的國度是存到永遠的 所以神在天上做王 祂的國度沒有 無窮無盡 祂的國度是永遠不敗壞的國度 那天上的神啊 祂要來到世界 而祂也要在世界掌權 來建立起世界上祂的國度 我們看看馬來文音六章第九節 對 馬來文音六章第九節 六章九節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多尊你的名為聖 第十節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耶穌的門徒啊 請耶穌教他們怎麼禱告 耶穌說 你們禱告的時候就要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 說我們有一位父親啊 在天上 而這個天上的父啊 就是真神 而為什麼我們稱天上的神為我們的父呢 而因為父親就是 神我們 養我們的 而天上的父親啊 祂是創造宇宙 也是造我們人類的祖先 而祂從一個根本 生出萬主的人類 所以所有的人類 有一個共同的來源 就是神 而都是從亞當啊 傳下來的 亞當成為神的兒子 因為是神所造的 生命氣息是神給祂的 我們都是亞當的祖孫 而我們也是神所生的 因為祂將生命氣息示給我們 祂也把世上的各樣的萬物啊 示給我們享用 讓天空下雨 讓五穀菜蔬成長 讓我們飲食能夠得到飽足 所以祂是生我們 養我們的神 祂是我們眾人在天上的父親 而神是非常的榮耀神聖的 所以我們所有的人啊 都要敬拜 侍奉 尊重 作為天上的父神 難道說啊 我們願神的國啊 從天上臨到這個世界 讓神的主義 不只是在天上能夠暢行無止 也能夠在地上啊 能夠暢行無止 啊 就是說 神的國啊 要實現在地面上 啊 本來這個天地都是神所造的啊 神是天地的主宰啊 啊 但是人本來也是神所造的是神的兒女 但是我們人類的祖先啊 就是違背了神的命令 所以失去了神兒女的這個尊貴的身份 啊 所以說啊 罪就因為一個人就進到的世界啦 啊 人啊 犯罪以後啊 人就不屬神啦 變成魔鬼的兒女啦 啊 所以當我們人離開了神以後啊 他說就死在罪惡過犯當中 啊 人就受到那個邪靈在心中運行 啊 啊 順服這個空中的掌權者啊 啊 要離開神啊 跟神作對 所以說啊 世界上的人都在魔鬼的手下 啊 受魔鬼的瑕疵不住有 離開了神以後啊 人就找不到人生的盼望 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啊 因為罪在世界 所以魔鬼就在世界上做亡 但是說啊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啊 要來到世界上 啊 就是要把魔鬼趕出去 把神的國啊 重新得回來 我們看約翰一書第三章 約翰一書三章的第八節 約翰一書三章第八節 說 犯罪的是屬魔鬼 因為魔鬼從起始就犯罪 而神的兒子顯現出來 而是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第九節 完從神生的就不犯罪 因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裡 他也不能犯罪 因為他是由神生的 第十節 從主就顯示 誰是神的兒女 誰是魔鬼的兒女 還不行意的 就不屬服神 不愛弟兄的也是如此 這裡講到說啊 兩千年前耶穌啊 來到這個世界啊 啊 就是要來做我們的救主 啊 目的就是要把這個世界的王啊 把魔鬼從人的心中把他趕出去 啊 讓人真是神啊 能夠歸向神 順如基督 啊 所以讓我們的心啊 重新接納神在我們心中做王 我們能夠按照神的主義來生活 所以這就是神的國啊 能夠實踐在這個世界上面 啊 所以這個教會就是神的國度 是 跟世界的國度是不一樣的 啊 所以 啟示日裡面說啊 神要把世人從各族各民各國當中啊 啊 用保險把他們買回來 啊 讓這個信主的人都能夠成為神的國度 神在個人的心中做王 所以這個教會普遍傳出去啊 啊 人心歸向神啊 啊 所以世界上的國度啊 就變成我主我神的國度啦 啊 所以世界上的國度啊 都有領土主權啊 領空領海這一些事情 啊 那個神的國度就是 我們人的心啊 尊主為大 啊 由神來做王 啊 我們人啊 順如神的統治 按照神的心意來行事 那這樣就是神的國啊 領到世界啦 啊 至於神的國要什麼時候來到世界呢 我們來看 路加福音十七章 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節 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節 法利賽人問神的國幾時來到 耶穌說神的國來到不是眼所能夠看到的 標十一節 人也不得說啊 看啊 在這裡 看啊 在那裡 因為神的國就在你們的心裡 這裡講到說 有一些以色列人 他們來問主耶穌說 啊 神的國什麼時候要來 耶穌說啊 這個神的國來到不像世界上突然間建立的國家 啊 我們都能夠看到的 神的國不是用我們肉眼能夠看到 啊 所以我們不能夠說 啊 這個國家在這裡 這個國家在哪裡 說神的國要存在在我們人的心裡面 也就是說 我們的人的心啊 尊主為大 順如神的旨意 啊 神的國就實現在我們心中 啊 到底這個神的國什麼時候實現 我們看馬賴文十二章 馬賴文十二章 二十八題 馬賴文十二章 二十八題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 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啊 所以耶穌說啊 祂藉著聖靈來趕鬼啊 啊 這個聖靈的權柄臨到 啊 這個神的國就實現了 所以神的靈領到 顯出神的能力作為 然後把魔鬼從人的心中趕走 它讓人啊 來認識神 接納神做我們的王 這就是神的國臨到 所以神的國臨到啊 啊 這個不是用肉眼看得見 而是能夠在我們啊 屬靈裡能夠得到體驗的 所以耶穌對祂的門徒說啊 神樂意把祂的國賜給你們 啊 讓神啊 在你們心中來做王 啊 你們也可以跟神一起做王 啊 來主張這個審判的權柄 啊 所以這個國度啊 就是一個屬靈的權柄 啊 要賜給我們 要領到人間 啊 就是聖靈降臨的時候啊 啊 神的國啊 就實現啦 我們看馬賴文十六章 二十八節 馬賴福音十六章二十八節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啊 站在這裡的人 有人在沒有常死位以前 必看見人主降臨在祂的國臨 這裡耶穌又說啊 又對門徒說啊 你們這些人喔 還沒有離世以前啊 啊 就可以看到神的國臨到 啊 過了六天以後啊 耶穌帶著三個門徒到來一座山 耶穌在那邊改變形象 啊 全身發光 啊 還有摩西與利亞出現 啊 耶穌的門徒說 主啊 我們在這裡 時代太好啦 我們就住在這裡 不要下去啦 啊 耶穌的弟弟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讓我們不要回到世界 因為他們在那裡 好像天國一樣 啊 那時候耶穌講到說啊 人只要降臨在祂的國裡啊 有的人就講說 大概是主這個啊 主耶穌變形象嘛 那個時間太短啦 主有六天啊 耶穌不會說啊 你們還沒有死掉以前啊 啊 會看到神的國實現 啊 既然不是主這個變形象 啊 難道是主這個世界末日 天國實現嗎 啊 那個時間又太遠啦 很多的俗徒他們都已經肉體離開世界啦 真正神的國實現啊 是在俗徒行傳的第一章 我們先看第三節 史徒行傳一章第三節 所以呢 斯拉以後用其德的憑據 將自己佛佛地選給俗徒看 四十天之久 向他們顯現 講說神國的事 跳過來看第六節 史徒行傳一章第六節 他們聚集的時候 問耶穌說 主啊 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個時候嗎 啊 第七節 耶穌對他們說啊 復平著自己的全品鎖定的十後日期 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第八節 當然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必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 撒馬利亞 直到地極做我的見證 這裡講到說 耶穌復活了以後啊 跟門徒相處四十天 他跟他們講到很多有關神國要實現的事情 門徒聽來以後啊 心裡會喜樂 充滿著喜樂啊 充滿著期待 他們就問著耶穌說 啊你要復興啊 以色列國 以色列是神的國 是現在嗎 因為那個時候他們對神的國還沒有辦法真正的了解 因為他們以為說 耶穌來就是要讓以色列脫離類強的統治 讓他們強盛起來 但是耶穌說啊 祂的國不是世界 祂是一個屬靈的國度 所以耶穌說啊 那個時候入侵 你們不知道啦 啊都是你們在耶路撒冷 祷告等候 啊當聖靈降臨以後 啊你們可以有能力啊 往各地方傳道理 啊真的 他們在五行節的時候啊 就得到聖靈啦 門徒啊 受到聖靈降臨以後啊 就勇敢做見證 啊然後這個道理 充滿耶路撒冷 充滿猶太全地 真正屬靈的神的國度啊 啊就是這樣建立起來 啊所以就是屬徒時代的教會 聖靈來建立當時的神的國度 啊然後我們都知道啊 這個屬徒教會的末期啊 啊後來因為有很多異端進到教會裡面 啊所以道理變職啊 聖靈就收回去了 啊這個教會 雖然好像還存在 啊有一個名字 但是沒有它的實質啊 啊有一個名字 但是沒有它的實質啊 啊變成一個屬氏這樣的團體啊 已經不再像是神的國啦 啊那按照聖靈的應許啊 幕後神的國要復興起來 啊因為聖靈要重新再一次地降臨到世界 啊要把神的墊重新建立起來 啊要復興啊神的國度 啊我們看約爾詩第二章 我們看約爾詩第二章 我們看約爾詩第二章 約爾詩的第二章 二十三節 約爾詩二章二十三節 聖恩的民啊 你們要快樂 為主你們的神歡喜 禮答是給你們合宜的秋宜 為你們降下甘霖 就是秋宜春宜和從前一樣的 再過來看二十八節 二十八節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交灌滑牛血氣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一言 你們的老人人要做一夢 少人人要看一向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交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這裡講到說啊神的國啊降臨啊 好像秋宜春宜一樣分成兩個時期 以色列地在秋天的時候下雨啊 所以那個土松啊以後他們可以殺種耕種 啊然後經過了一個很遠遠的冬天 啊到了春天的時候又會降下雨來 五谷就要很快成長啦 啊就準備奢割啦 啊所以聖經用這個秋天的雨跟春天的雨 來代表神的國的實現的兩個時期 使徒時代的聖靈的工作叫做秋雨 啊到末後啊主耶穌要在臨之前啊 我重新會降下聖靈來 啊來復興啊使徒時代的教會 啊就是負責管理啊收割庄稼的工作 啊所以聖地裡面有很多啊相關的預言 比如說在馬拉基斯的第四章 說在末後呢大而可未出入來到以前 就是那個末日來到以前 啊神要拆遣以利亞來到世界 神拆遣以利亞來到世界 啊讓父親的心轉向兒女 兒女心歸向父親 啊門的主來的時候大地受做主 啊這個以利亞是什麼樣的工作呢 因為當時啊亞拉王的時代罪惡很重 所以有三年六個月的時間啊沒有下雨 遍地激光啊整個國家帶來很大的災難 啊然後神拆遣以利亞叫以色列選民回頭歸向神 啊然後為他們求雨 三年六個月的沒有降的雨啊 又重新啊降在地面上 啊他說啊末後的以利亞也要來 啊這當然不是說啊像以前啊那個真正的以利亞來到世界 啊而是具備有以利亞心智跟能力的一個教會啊興起來 啊傳如雲啊叫世人悔改歸向神 啊讓人啊領受這個永恆的救恩 啊然後這個世界末期啊就來到了 啊然後在聖經有很多的地方啊就同樣的這樣的啟示 啊比如說那個巴勒福音十三章裡面講到這個八個比喻 八個比喻喔 啊這八個比喻裡面啊第二到第七啊 這是整個神的救恩啊教會的歷史 啊它也是分成兩個階段的 因為前半部是耶穌在岸邊向眾人講的 啊後半段啊是耶穌進到房子裡面對門徒講的 啊所以前面半段啊從主耶穌撒好種 啊然後二者把那個拜子撒在麥田裡面 啊然後說那個本來很小的芥菜啊 長成大樹啊啊有二者在裡面 啊那個芥菜種啊那個很小的種子 啊變成了大樹主要就是二者在裡面喔 啊後來又發酵了 啊這個酵啊就是一端邪又吸甲啦 啊所以這個從主耶穌屬徒時代啊 啊到最後啊這個道理變成 啊教會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本質 啊那最後的一個階段 啊說有人啊在那個田裡面突然間發現寶貝珍珠 啊那邊把所有變賣掉啊就說要得到這個寶貝珍珠 啊這個寶貝珍珠是什麼 就是真理聖靈啊末世神的救恩出現啊 因為這個事實在太寶貝啦 所以有的人就放棄一些所有的 為著要得到這個至寶 好像寶貝說我先前認為跟我有益的 啊我現在認識耶穌基督以後啊 我覺得那個都沒有什麼用處 所以要所盡深論地位啦 啊然後為著要得到耶穌 啊一直努力啊說我要一直努力到 站在耶穌的面前得到那個永明的賞識 因為他認識這個才是至寶 啊所以真理跟聖靈啊 啊這個能夠讓我們得到永遠福分的 這才是至寶 耶穌告訴我們說啊神是靈 啊我們要用心靈跟誠實來敬拜神 啊其實原來的意思就是真理跟聖靈啊 因為這個是神賜給我們的真理聖靈 我們就用真理聖靈來拜神 啊所以這個是末世真教會的寶貝 啊所以能夠把這個神國啊重新建立起來 啊把溫傳到過地啊把神的百姓召集回來 啊所以最後啊就好像王啊撒在海裡把它拉上來 啊然後把好的說在器皿壞的就用火把它燒掉啦 啊撒往在海上啊就是我們在傳綠音啊 啊在世界到處傳道理 啊聽到相信的照著神的道理的就是好的器皿 啊不信的將來就要漏在神的審判之下要定罪 啊所以說這個殺王啊罪落把好的器皿 好的啊就收在器皿壞的就把它燒掉 這是主幕後的審判 啊所以我們說啊這個是末後三個國的實現 我們上午就談到這裡我們下午再來繼續 我們要唱的是三百五十九首 三百五十九 我們唱的第一節約第四節 真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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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